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探讨百孝篇第二十二章 孝敬父母如敬天 第十集 在十字八这一段 他就这么讲 名誉印毒 失智燃身 内的不知 鹤立激勤 他这一段就在形容说 一个有才能有才德的人 他如果没有受到重用的时候 就像一块的美玉 被放在柜子里面 但是古代的圣贤先佛 他们的修办过程中 有时候是不得住的 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住的时候 他们不会怨天留人 不会埋怨 他们会韬光 养晦 修炼自己 将自己的心性 的境界来更加地提升 但是当他们得住的时候 受到日日间重用的时候 受到困定的时候 但是他们在那种 恶劣的环境之下 他们不会同流合污 也就是在这种不好的环境之下 他们终能显现出那种超勤的这种主向 与众不同的这种特性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 内的不知 内的不知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的那种本质 好到用黑色的染料 把它染了还是不黑 就像一块的钻石 你说要用黑色的染料把它染黑 有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它的硬度达到某个程度 你是没办法把它顺透的意思 这个也是在形容说 一个人的这种品格高尚 他的修炼的心灵的境界 如果达到某个程度 他是不会受到恶劣的环境 来影响他的 所以 你的品格的高尚 你的修炼的境界 你的菩萨心 你的爱心 如果能达到某个境界 你不会受到恶劣的环境 来影响到你的修炼 你的爱心 你的慈悲心 你环境如何的改变 你还是一味的 会去做到 你想要做的那种层次 那种目标 在《伦理阳后》第十七章里面 有一个巴西招祖益王 就佛系 他招请孔老虎祖 孔老虎祖有意识 要前往 他的主路 他就说了 主路曰 喜者有也 文之夫子曰 亲于其身 为不善者 君主不入也 何夕以忠谋判 子之往也如之何 这一段就是说 孔老虎祖 有意识 要前往 佛系这个人 这个地方去 他是主路 他算一个很好的学生 也是很足的一个人 就直接了 就来提醒了 他的老师 他说老师 或许 以前曾经听 夫主你讲过 我们人不要亲自到 做坏事的那个人的那个地方去 因为佛系这个人怎样 因为佛系他战继了 中某这个地方 反叛 那你先要前往 那做何解释 就是一个修炼的人 品性高的人 我们脚不踏斜地 人啊 不是伪邦 不到不好的地方去的意思 那孔老虎祖曾经也这么教导 他的学生 那主路就直接 就回答了 就直接回答了 那孔老虎祖听了 主路讲了这句话之后 他就说了 主耶 然 有树言也没有错 有这样的话 我曾经讲过 不约肩夫 摸了不灵 不约白乎 内了不吃 无其刨瓜野栽 因人细而不食 孔子就说了 是的 我曾经有讲过这种话 不是有所谓的坚硬吗 摸它不会变薄 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 只要它的硬度够 你在怎么摸它 它还是不会软掉的 就像一块的箭薯 钻薯被切割之后 它的硬度还是保持的 这么的硬 达到九度熟度以上 一颗的蓝宝薯 变膜了之后 它还是保持了这个硬度 不是有所谓的洁白吗 染它而不会变黑 有那种白的东西 你要去染它 你还是染不进去的 因为它的洁白 里面的硬度过到 你不可能渗透进去 那洁白我就说了 我启示那一个重看 不重吃的那个刨瓜 我不是那个 只能看到外表上 有修炼的人而已 我的心注意念 原则 是非常坚定的 硬度是过到 过到你不可能 把它切薄切软的 也硬度到 白到 不是你用东西 那可以把我染黑的 只能使用闲挂而不用 为素人所用 所以 由这一段 孔朗胡祖和他的地主的 对话出现 就可以看出 孔朗胡祖当初的生存之难 发展的这种困难 不简单 唯一能坦的 真的这就起高和寡 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个正统的道 要一直延伸到 经过清洋洪洋到 白养的今天 上天的 仙佛 老母 才将这 祝古不清团这个道 在这个白养这个时期 才降下来 因为经过了 很多的时期之后 清洋洪洋起之后 降下的东西 已经都不可能 来救回了众生了 他们已经输到这个根本 所以 才有今天 我们在白养起这个时候 才有这个道可传 可得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出 正统者 不请孔朗胡祖 不为正统者 又要向这个孔朗胡祖的名 来俗现他们的正统理想 来推行礼业之助 没有其位 是不行的 而正如不得正统的位和关节 苏非处 尴尬诸地不可 这个时候的孔朗胡祖 正处于这个尴尬的位置 人说 这个地方 这个人的正统 他是正统的 但是他的书为书想 没有达到那种境界 孔朗胡祖讲的话 他又听不进去 那一种反叛的人 他不是正统 但是他又想要 借着孔朗胡祖的书为书想 借着他的名 来展现出他的这种正统 在这个时候的当下 对孔朗胡祖来说 说实在的 真的是很尴尬 所以 孔朗胡祖就抱定了 某的不灵 内而不知的这种信念 决定前往一宿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然 这个时候 遇到这个新竹孔